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久以前 楚国有个自以为聪明的人 他的个性很固执 做任何事总是凭着自己的感觉 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 有一天 他搭了一艘小船渡浆 却不小心让水身攜带的宝剑掉进水里 一旁的船夫着急的说 你快点想个办法 把剑捞起来啊 楚国人急着赶路 不想立刻跳下水去捞宝剑 便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 在船身刻了一个记号 用来记录剑滑下去的位置 想等到上岸办完事情后 再回头寻找那把剑 船夫惋惜的说 现在不赶快下去捞 等船开了一段时间后 你就找不到宝剑掉落的地方了 楚国人不慌不忙的回答 我已经在船身做了一个记号 只要从记号处下水 就能找回宝剑 船只继续前行 楚国人想着船夫说的话 觉得很有道理 便要求船夫靠岸停船 让他下水去捞回宝剑 楚国人从刻了记号的船边 跳到水里去找宝剑 但捞了老半天 却徒劳无功 只好慢慢游回船上 这个自认聪明的人 却没想到船会不停的移动 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的位置 完全不同 而宝剑掉入水中后 虽然受到水流的冲击 位置有了变动 但是也不可能跟随着船移动 就算做了记号 又有什么用呢 可舟求剑就是从这则故事演化而来 用来比喻拘逆固执 不知变通 君王如果一直用老旧的方式治理国家 不随着时代转变而调整方向 国家就不会繁荣进步 就像这个求剑者的行为一样 令人困惑 小朋友 做事如果太坚持自己的想法 不随着当时的情况做改变 可能会因此而措施机会哦 但是做任何事还是要考量自己的能力 注意周遭的环境 才能避免发生危险 小朋友 听完克舟求剑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是源起于 楚国有个很固执的人 做事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 过程中 楚人搭船 宝剑掉到了水里 他不听船夫建议捞剑 只在船身课记号 没有考虑到船不会跟随船只移动位置 因此失去了宝剑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 做事要懂得变通 才不会措施良机哦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克舟求剑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想想看 如果你是不会游泳的楚国人 会运用哪些方式找回宝剑呢 当你遇到做事总是坚持自己想法的人 会如何提供建议呢 请举例说明 小朋友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 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可舟求建 是比喻拘腻固执 固执变通 主要是用在顽顾守旧的情况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可舟求建可以怎么使用吧 不管从事什么工作 都要随时注意外在环境的变化 切记可舟求建 处理事情本来就要考虑各种情况 然后提出最适当的因应措施 绝不能可舟求建 与可舟求建相似的成语有 守株待兔 墨守成规 相反的成语有 看风使舵 见机行事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